超强热带气旋一带登陆非洲南部 莫桑比克 马拉维和津巴布维带来严重灾情 目前莫桑比克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42人 而津巴布维则有139人罹难 莫桑比克港口城市贝拉发生严重洪涝 大批灾民受困洪水中还在等待救援 在缺乏粮食物资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会爆发人道主义危机 热带气旋一带吹袭莫桑比克港口城市贝拉 导致布奇河以及彭格河水汇暴涨 只见住宅区瞬间被喝黄色的洪水墨顶 来不及撤离的民众唯有冒险爬上屋顶等待救援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也出动直升机把灾民送往安全的地点避难 莫桑比克国土环境部长克雷亚证实 目前为止已经有242人罹难 全球最大救援及发展组织之一 国际关怀协会 国际红十字会 以及红星月会联合会派出应急单位 为灾民提供食水和卫生用品 也有民众灾难当前献爱心加入救援行列 协助其他灾民度过难关 另一方面经过好几天的营救行动 搜救人员星期四在津巴布围的东部边境 其马尼 马尼市再巡获两具遗体 让津巴布围的死亡人数攀升到139人 联合国卫星机构透露 目前为止洪水面积达到2165平方公里 灾情何等严重可想而知 随着水位慢慢消退 搜救团队巡获更多遗体 当局不排除罹难人数将会进一步攀升 NDP7综合报道